二局下半场地图是有棉阵双方是一个镜像阵容镜像班位 这里是没有搬掉雕刻家放出了雕刻家 搬掉了一手邦邦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取悦这边被打了一个三跑 所以说CPG这边求人者还是想要去打雕刻家争取一下 因为邦邦的一个宝皮能力说实话要比雕刻家强 因为邦邦只要抓到第一个人 然后守着求人者来就是很容易让邦邦滚去血球来的 而雕刻家的话如果说前期真的取得 打雕刻家前期真的熊者取得一些优势 然后雕刻家的一个存档感不高 是可以去就一波然后去争一个三的 我们看看这把熊者能不能完成上一把ZQ那种 就是人均对吧轮流牵制 然后把整个节奏拖出来的这种打法 还是说他们要打一个对吧 一个人做英雄三个人当工具的那种 因为你要打一个三跑 确实是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了 这里第一个前锋抓不抓 前面有一个冒险家 前锋这边走位不错 躲掉了雕像然后再躲一波拉球 转点冒险家这边蹲好 应该不会被发现 一波雕像是没有打到任何前锋交的球 也不多只交了四分之一 应该是一个双弹前锋 这边翻不翻 躲一下再翻 扭出去三岁今天的一个状态很好 第一把的时候就感觉他出 他今天的一个前锋的一个拉球也好 状态也好都是挺好的 蛮顶的一个感觉 好这边再绕一圈板子下掉 继续跟你拖 这把难道想要当英雄 你看走位先骗一下 这边可能要拉一波球 看一下我哪里拉 脆火新开了 这边 这边好像发现是没有点脆火 刚刚倒没有注意到天赋 那带一个闪现 这里要硬着头皮追前锋 这只鸟也给的不错 吃了一个实体刀 前锋这边是几乎没有吃到任何雕像的一个伤害 拉一波球去墓地 墓地这边没有任何的队友 那前锋就是待会儿倒也可能要选择倒在墓地了 这边一轮雕像 打一刀 好闪现开下一刀 前锋拉一波球 拉开距离不给你有闪现的机会 这边可能有 球者应该有做判断 就是如果说你带脆火传送 那么应该是会去找先知 而不会去找 继续找这个前锋的 因为先知当时鸟交掉了 那如果说能够有传送的话 应该是会传 你这样子打的话 有可能是带的是一个闪 我觉得球者应该是有所判断的 闪现一刀 好的击倒前锋 这整体的一个击倒时间是偏慢的 但是呢 我觉得对于生来讲 如果说真的想要保平这一个起点 这一个击倒的起点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慢慢打 保平打 是可以接受的 这边就看球者的一个救人了 由于这把球者是想要征三的 那一定是会想办法来救一波 无论是卡半救也好 还是卡死救也好 我觉得卡死救可能会更稳一点 就是看队友嘛 电击能不能亮 能亮对吧 我这边就 哎呦 我这边想卡半救 卡半救 把这个博命拖一轮 然后待会换一个队友再来救 也行 就看这边于生能不能抓住这波机会 来打一个翻盘 还是说球者这边再一波完美救人 哎自闭这边的一个走位很好 卡卡卡 但是能救下来吗 救下来了 追一刀前锋倒地 这一波救人算是非常优质的一个救人 我们可以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傭兵吃一刀把人救下来 就算是一个优质救人了 他这里的话只吃了一个雕像伤害 那么感觉是更加优质了 先知这里的电击是50%左右 50%不到 这一波博命让外面的队友又能够拖一轮休机的时间 再加上这一波挂人的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加起来差不多将近40秒 由于傭兵这波的一个救人的一个血线保持的非常好 他可以压在这个地方继续来进行一个牵制 对吧 压着你 耳鸣压着你 然后再来想做最后一波救人 那么穷者这边还是有机会的 这一把从过程当中来看 前锋也好 傭兵也好 在过程当中都做得不错 这边的一个先知也躲掉了大部分的雕像 再躲 这里主要是看茂雅家的电击 茂雅家这边好像想准备挖两本书 直接秒电击 他第一本书刚才看到已经是挖好了 先知的电击80% 来看一下要死宝 哎呀打了一个震慑 打了一个震慑 这边要强行摸吗 先知 先知 哎这边 打一刀 电击点开了 这边上挂飞的前锋 余生这边虽然说能够快速的挂飞这个先知 挂飞这个前锋 但是 但是他没有传送 他只能是交一个象形分场 用雕像来延缓这边的求生者开门 然后再通过自己的一个走位划过去 这里是一个先知 先知这边的话前面有地窖 不知道地窖有没有牌 板子已经下了 冒险家的门已开 没有挽留 求生者这把很有机会能争一个三 看一下闪现好了 闪现好了 队友赶紧走 赶紧走 地窖开 应该是一个三跑 那么双方在前两局是打成了一个四把三跑 完成了一个平局 今天CPG的求生者都非常优秀 我们可以看到这把的话 两个救人位 真的是一个开始了一个对吧 六鬼之旅 一个是优质的救人之旅 刚才那边如果说傭兵能够帮忙扛一刀的话 这把求生者机会可能会更大一点 当然已经是非常优秀了